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赵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iPhone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 我是杨赵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仍然是Peter Hesler和伟的著作 巴奇文化出版公司 把和伟关于中国的四本书 重新出版 集成了一套 这四本书分别是 《江城》 《甲骨文》 《驯鹿中国》 以及《其实》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甲骨文》 《甲骨文》这本书 里面有一段 比较特别一点的内容 那是他不知解中国 他写到了台湾 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Peter Hesler和伟 他作为一个记者 其实更重要的 作为一个非常杰出的 非虚构的写作家 他在他写作上面 他必须要掌握多少的事实 以及用这种方式来呈现 他只有很少的篇幅 讲台湾 但是他就快速的 对于美国的读者 这样介绍台湾 他说这座岛的历史 是由外来的人 层层叠叠叠而成的 土著居民从17世代就存在 17世纪时 来自海峡对岸的移民 大规模的迁入岛上定居 该施级的下半夜 清朝正式把台湾划入版图 但是并没有管辖的痕迹 它变成了一个贸易和前线防御的基地 移民大多来自于对岸的福建 1895年中日交互战争爆发 连连战败之后 满清就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签订这项条约的清朝大臣 就是李鸿章 解释说这个割让不算太糟 因为台湾人男女毫无用处 对朝廷也没有感情 这有一点点是曲解了 当时其实是李鸿章 对于日本人说 台湾男无情女无义 意味着希望日本不要太看重台湾 可以愿意放弃 要求割让台湾 接下来说 日本统治台湾 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那段时间 台湾叫做福尔摩萨 日本人不像在占据南京 或其他中国城市 那么样短暂而且残暴 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的时间 长达50年 日本人在岛上铺路 租铁路 建筑其他基本民生设施 他们办的学校则训练 台湾本地精英 得以成为帝国的一份子 即使在今天 很多台湾人对日本人 仍持着正面的评价 那是一种和中国人 完全不同的看法 短短的一句话当中 你就可以了解 比特哈斯特何谓 他的确了解台湾 跟中国的差异 接下来还有说 日本投降国共战争之后 国民党把另一层 殖民主义带到台湾 蒋介石的政府 刚迁到台湾来的时候 跟着他前来的人 和原来的台湾人 比较起来并不算多 我们看人口上面比例 大概是原来的台湾住民 差不多是600万 新移进来的 大概是150万左右 但是国民党 他们统治严厉 除了施行戒严 国民党并实施 报禁和党禁 把政治异议者逮捕入狱 受惠于自由市场 以及跟美国的紧密关系 台湾的经济蓬勃发展 但随着时间过去 美国对自己的角色 越来越觉得不舒服 美国军队保护着台湾 也给予台湾贸易优惠 但国民党所表现的 跟美国自认看中的政治理念 完全不一致 这是Peter Hesler 另外他从美国的角度 他深知了解美国的立场 所发出来的评论 1980年代 美国官员对国民党 施以改革的压力 在压力之下 蒋介石支持 蒋经国成为一种 在独裁小国里 很罕见的人物 他没有为自己的系统铺路 这自然是一条失败之路 1987年 国民党解除戒严 两年之后 允许反对党合法化 接下来的十年 民进党成为 国民党最强的敌对政党 民进党的支持者 大多是对一个中国 没有兴趣的台湾本地人 1999年 他们的党纲 开始将台湾形容为一个 独立的国家 2000年 民进党候选人 趁随便赢得 台湾总统选举 随着政治转向本土 台湾人对文化和历史的看法 也转变了 台湾人开始强调 岛屿的本土历史 而非传统 中国的朝代传承 历史课本 也以台湾的观点重写 学校开始教 重选被教育机构 禁止的台语 这个岛屿开始纪念起 自己的敏感日子 非常重要的 他举出了例子 那是1947年2月28日 国民党为了镇压 反政府的抗议屠杀了上千名 台湾民众 在某些方面 台湾人看历史的眼睛 基本上还是很中国的 倾向于把自己看成受 外来侵略者误解 和伤害的无辜受害者 这种看法基本不变 唯一不同的是 现在侵略者不再是 日本人 英国人或美国人 而是共产党 以及从中国过来的台湾人 台湾人变得把历史 去中国化了 不过 Peter Hessler和伟 也精确的点出 这样的一种情绪 背后仍然是 被统治无辜受害者 自我认定的那种悲情 只不过把加害者 从日本人 挪移成为共产党 和国民党 接着 Peter Hessler又说 他们那种操纵民主的方式 也让美国领导人很紧张 随着民进党的掌权 2001年 他们赢得总统职务 但是在立法院 并没有多数席次 他们对独立的主张 越来越固执 民进党权势人士 威胁要用人民公投 来解决这个议题 共产党清楚回应 将采取军事行动 来对应这样的投票 虽受制于当年的承诺 但是 美国还是把话说得很清楚 即使是采取美国式的公投 来决定独立与否 美国也不会支持台湾人的任何挑衅行为 民党变得很会用台独主张去挑衅共产党 共产党的反应通常也出手很重 比如说像是选举前 在海峡对岸进行飞弹的试测 这样的动作通常导致了反面的效果 只是帮主张台独的候选人 赢得了更多的选票 Peter Hessler和韦他来到台湾的时候 刚好遇到了选举 所以在立法院选举的过程当中 他见到了很多台湾的政治人物 包括当时担任新竹市副市长的林郑杰 他第一句话就说 其实他只带着 我相信是amacement的那种心情 说这个人叫他Jackie 真的蛮奇怪的一个名字 Jackie 好他说 跟我在台湾遇到的每个政治人物一样 台湾的政治人物都是马上答应接受访问 尤其是答应来自于美国媒体的访问 台湾人很快就适应了新闻自由 不像中国人那样害怕外国记者 然后他讲了林郑杰的故事 林郑杰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特务 1956年 台湾政府派林郑杰的父亲 从香港偷渡入境中国 到江西去设立一个秘密广播电台 任务既危险又困难 结果呢 他不到一个星期就被逮捕了 共产党把他关在南方的一个监狱一段时间 后来又把他送到亲孩的老改营 在台湾 国民党跟他的家人说 他已经死了 但他太太不愿意改嫁 他总是告诉林郑杰和其他的三个小孩 他们父亲有一天一定会回来 那个时候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1956年 林郑杰只有四岁 收到父亲寄来的第一封信 林郑杰已经27岁了 也就是23年之后 他父亲还活着 而且已经出狱了 暂时待在福建的乡下 试着说服中共 让他回家 就是到台湾来 1980年代初起 中共同意了 但是现在问题却出在国民党这边 他们担心林郑杰的父亲 这个时候是间谍 最后两边终于同意交人 1983年 也就是在27年之后 林郑杰的父亲回到了台湾 然后他一回到台湾 就当好赶上 看到林郑杰介入政治的麻烦 林郑杰成为民进党早期的领导人物之一 以善于组织街头运动著称 林郑杰最有名的一件事迹 就是领导当时在新生栏路上的群众散步 他说这不叫做游行 这不叫剧众 我们只是大家一起散步 林郑杰也曾经被捕 在狱中待了一段时间 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坚定的国民党支持者 但还是对这个儿子抱与同情 他知道父亲曾经经历过更糟的事 所以这一位被关在牢里的年轻人 就学会了一切往好处看 坐牢的时候他想什么呢 他想说也没有太糟了我还可以读书 而且我不用接电话 虽然很早就现胜民进党 但是林郑杰在1991年退出了民进党 他不喜欢台湾政坛的现象 一如许多经验不足的民主国家 这个岛屿经历了政治分裂 林郑杰尤其不同意的是民进党推动台湾独立 他跟昔日的盟友在2001年的时候 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但他也就没有正式加入任何的政党 林郑杰告诉何伟说 如果我的家族在台湾已经八的generation八代了 那我会比较倾向于自私独立 你必须要看人们的自身经验 你才会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些外省人指的是他们自己 林郑杰也是 被放在台湾是因为一个历史事件 他的结果是我们有机会建立了民主 成为一个妥善运作的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可以说这也是对岸中国人的使命 如果我去看中国的伟大领导人物 孙中山 蒋介石 毛泽东 邓小平 他们的目标都是一样 都要把中国现代化 但是所有这些领袖最后都失败了 邓小平有一些成就 但没有完成 所以呢变成我们的使命 这是他看待台湾的角度 台湾是一个试验性的地区 是给中国的一个试验 因此即使我们只有小岛 我们的民主对中国的未来也很重要 然后接下来何伟如此描述形容 他所看到的林郑杰 他话语轻荣没有中国知识分子 在跟外国记者讲起历史的时候 有的时候流露出的那种高傲 中国人常爱吹嘘 他们历史有多长 但是对于现状又非常谦卑 他们也坦然承认 经过了上千年 他们还是无法找出 让中国可行的好办法 他们还在尝试 试验的城市 试验的岛屿 只要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中国不是一天造成的 这是在2001年的时候 Peter Hassler和伟 他来到台湾 他所留下来的记录 写在他的甲骨文里 甲骨文这本书 主要不是为了要写台湾 可是刚好 他到台湾来访问石杖如 遇到了选举 所以留下了这一段 非常特别的记录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来继续聊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 大家好 我是秀兰玛雅 台北广播电台 北台湾FM93.1 都会咨询频道 AM1134 Ohian原住民频道 听见台北的声音 台北Radio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造台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未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这本是Peter Hassler 他的中文名字叫做何伟 他所写的甲骨文 这本书不是新书 不过八千文化出版公司 刚刚把何伟 四本关于中国的报道 他所写作非常杰出的 非虚构的作品 包括了江城 甲骨文 《行路中国》 和《其实》 一起出版成为一套 甲骨文当中 有非常特别 2001年 何伟来到台湾 他访问的时候 所留下来的记录 这中间也包括了 他访问陈文倩 他来的时候 刚刚好遇上了 立法委员的选举 选举结果揭晓的那天晚上 他说 我参加了刚当选的 无党级立委 陈文倩的记者会 陈文倩是本土台湾人 曾经是民进党的 创始党员 但是在两年前 退出了该党 他的形象鲜明艳丽 是一名著名的 评论节目主持人 也是岛上 最受争议的 政治人物之一 他的竞选海报系列 是把他的头像 放在四位 知名的外国人身体上的 四张照片 其中三位 是西方代表人物 蒙娜丽莎 伊丽莎白女王 柴奇尔夫人 第四张 当时真的非常挑衅 也非常特别 那是留着胡子的陈文倩 包裹着头巾 右手 食指朝上纸 那是 宾拉登 陈文倩年轻的时候 是一位非常迷人的女子 如今已毫无保留的 反抗姿态 面对中年 记者会上 他穿了一件 低胸黑礼服 颈上戴了一串 绕了两圈的珍珠项链 他的头发染成红色 假睫毛 几乎有五公分长 在摄影记者的灯光下 他脸上的后装 发出淡橘色的光 这就是 Peter Heisler 何伟的文字 接下来分析 很难想象 有任何胜选者 跟陈文倩一样 对刚刚获胜的选战 表现出 如此少的敬意 自己赢了 可他对这场选举 一点都不满意 然后他就写了 陈文倩告诉他的话 陈文倩说 这是全世界最荒谬的系统 宪政是一个 非常有价值的传统 但是在第三世界 它并没有同等的价值 在台湾 民主变成了 第三世界经验的 另外一个悲剧 对于第三世界的 每一个国家都一样 民主指的不是统一 而是一个被用来 分裂国家的政治工具 政府要不就买票 要不就用低级的招数 取悦选民 他们只在意 自己的那三分之一选民 不管其他人 陈文倩继续说 根本的原因 在于我们实行的 不是传统的欧洲民主 第三世界领导人的 基本想法 是要设计一个 他们可以确保权力的宪政 在美国训法的重要性 胜过选举产生的领袖 但在台湾不是那样 在印尼不是那样 在菲律宾也不是那样 何伟特别提到 陈文倩的英文说得非常好 他拥有交通大学 伯克兰分校和纽约 new school的学位 于是何伟就跟他聊到了 竞选海报 陈文倩笑了 他说那是一种模仿艺术 我喜欢伊丽莎白女王 因为她把英国 变成一个重要的国家 把我的人像 做成毛纳丽莎的样子 是因为 她是一个年代 更久远的女人 但看起来 还是如此骄傲 那是三年前设计的 当时我四十岁 逐渐发胖 我得要面对 自己不再有 好身材的事实 接着又讲到了 柴切尔夫人 曹文倩说 我喜欢柴切尔 是因为她是一个 很强的领袖 一个像男人的领袖 我想看看 如果我扮成男人的样子 人们会什么反应 至于宾拉登 从以前说 我只是好奇 如果把我的脸 放在他的头上 会是什么样子 他是一个恐怖分子 但是他也表现出一种 对西方政府的愤怒 我不赞同他所做的事 但是当事件发生时 我的心里很矛盾 我痛恨那样的行为 我希望这些恐怖行动 能够被制止 但另一方面 我非常同情 伊斯兰教的历史 而且我不喜欢 伊斯兰教徒 就等于坏人的 这种简单想法 我想这一点 是东方式的 巴勒斯坦学者 Edward Saeed 描述过 人们如何透过 西方人的眼睛 来看这个世界 采用西方人的历史立场 用这种方式 我们只是在延伸 西方人的偏见 由他们来决定 我们看起来如何 对这一点 我很有意见 陈文健特别强调 我不是一个轻率做结论的人 说这是邪恶 混乱是好的 我是一个需要深思的人 这里的人很同情纽约 但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宾拉登 在伊斯兰教国家是个英雄 我试着解释 虽然宾拉登是错的 但他为什么是个英雄 是有原因的 是有一些历史的原因 历史这个字相当于战争这个字 我们所有的记忆 都是用战争来记录的 你说你是谁 我是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生的 我是二次大战时长大的 或者是我是冷战年代出生的 那就是我们 这个记录在何伟 2001年的时候 他来到台湾 刚刚好遇到了台湾立法院选举 因此他有的特别的经历 不过他到台湾来 并不是为了要采访选举 他是来访问石章儒的 石章儒那年已经100岁了 那100岁的石章儒 如何吸引了何伟的注意呢 这就牵涉到这本书的书名 这本书呢 叫做Oracle Bones 中文翻译叫做甲骨文 其实Oracle Bones 只有甲骨 没有文 可是我们会讲Oracle Bones 就是因为 Oracle Bones上面出现了文字而特别 所以这本书的开头 是何伟接受了国家地理杂志的邀请 他在中国报道 中国的考古学 尤其是透过考古 所呈现出来的中国过去的历史 在考古上面 最重要的成就 当然就不能不数到 暗阳挖掘 1930年代的暗阳挖掘 最后留下来的是石章儒 所以何伟必须要从北京来到台湾 他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 竟然还能够在台湾访问到100岁的石章儒 这本书 他的写作的方式 那就是杂措的写 杂措的写有一部分 是他本来为国家地理杂志去采访 中国考古学的这一部分 可是呢 这个书里面不是只有考古学 他同时帮我们串插了 当他在探访考古学跟中国考古的成就的时候 他遇到的一些人 以及当时在2000年前后 中国的现实上所发生的一些现象 例如说在1999年4月25号 他有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 他从我们之前介绍江城那本书的 四川的乡下到了北京 那个时候他说这城市对我来说仍然很新鲜 我经常在早晨骑的单车 漫无目的地跑 试图熟悉每一个街道 快到市中心的时候 我的呼叫器响了 那个时代还在用Beeper 用呼叫器 所以呢 他就赶快找了一个公用电话 回电给他在华尔街日报 这个时候他在华尔街日报 担任简报员 他赶快跟他的上司报到 于是他在华尔街日报的上司呢 就要他绕过直径城办中央政府所在的中南海 因为有谣传说 有一些人正在那里示威 所以呢 何伟就这个时候骑着单车 到文京街经过北海公园 然后他就看到了仁庆道上 站了几排人 每排三四个人 大多数看起来都像是中年人 穿着乡下人的简单的衣着 第一个直觉 当然就去算 大概多少人 一百五百一千两千 就那一条街 依照他的估算 大概有五千人 到了府右街上人更多 刚到的时候 因为忙着估算的人数 没有看到其他的 然后呢 接着他被震撼了 因为那么样的安静 这么多人在那里 可是安安静静的 没有人在喊口号 没有人在唱抗议的歌曲 没有布条 没有标志 那一群人就只是站在那里 冷静的注视着街头 路人当然都觉得很奇怪 几个北京当地人 他们就停下了脚踏车 问抗议者 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没有人回答 有一个人呢 路人 接着就变得很生气 他说 你们这样做 会有什么结果你知道吗 你们只会给大家带来麻烦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他遇到的是沉默 何伟自己呢 下了车走进到群众里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 愿意说一点什么的人 他试着找一位中年妇女说话 得到的反应是沉默 找了一个老人 得到的是沉默 男人 女人 男人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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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有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 打破了沉默 她的穿着比其他人来得正式 她的普通话带着何伟 虽然到了中国三年了 但是呢 她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可以听得出到底是哪里的腔调 何伟只是觉得 这个女人应该是某种领导人 这个女人告诉她什么呢 说 我们练法轮功 我们要的只是官方的认同 人们批评我们 误会我们了 我们不会停止 除非政府承认 我们是一个好团体 她跟这个女人 简短的说了一下 然后呢 一辆黑色脚车靠边停下来 深黑色的车窗 里面窗户摇下 有人从里面做动作示意 女人赶紧过去 车门打开 她坐了进去 一两分钟后 她出来 车子就开走 但是呢 等到她再靠近这个女人 她就一直摇头 半句话不说 消失在沉默的抗议人群里 何卫接着跟我们报道 那一次法轮功首次示威之后 时间加速而过 在某种程度上 时间早已飞逝 然后介绍描述 1990年代 一个东北出身 名叫李洪志的人 创立了一种新的气功 他称之法轮功或法轮大法 他跟其他派别一样 有静坐和练习的步骤 不过也有明显的不同 他有具领袖气质的领导人 他的书上除了写有练法 也有信仰的重点 许多法轮功的符号和术语 源自佛教或道教 不管他登记的是什么 感觉上还是像个宗教 1990年代末期 中国媒体里一些怀疑分子 开始批评 法轮功是迷信的 和不健康的 结果出现了一个模式 假如有某篇报道不够正面 法轮功会员就组织在一起 到那个媒体外 进行和平抗议 要求更正 像法轮功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现象 如果大家到今天 在台北的街头 你也会遇到法轮功 你对法轮功 有更进一步的兴趣的话 我就会推荐你来看看 甲骨文这本书 因为它不只是提到了法轮功 更重要的是 它把法轮功的崛起 以及法轮功在中国的遭遇 放进到了那样的一个 时代背景底下 来认识 来了解 这个大概是 我们对于那样一个 巨变时期的中国 尤其是北京 能够留下来最精彩 也是最鲜明的一份记录了 这本书 作者是Peter Hessler 何伟 书名叫做甲骨文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